中纪委发了这条提醒 你就知道快要过节了 中秋过新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先祝大家节日愉快 当然也得提个醒 毕竟每年这时候中纪委都很忙 最近中纪委官网挂出了七期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 问题都集中在了领导干部过节期间 违规收礼参加饭局上 为啥中纪委每到这时候都要反复提醒呢 咱来看点案例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园局长周建平 连续十年 每个春节和中秋节都不消停 不光跑去园林企业安排的饭局 这手也没闲着 捞了不少礼品 最终问题不少 落了个开除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的下场 四川鼓励的干部周某 2019到2021年 都在中秋节的前一天 收了管理对象送的高档白酒和钱 2022年被查后 他一边回忆一边忏悔 说自己是在别人拜年拜节的小恩小会中 慢慢迷失了自我 千里之地溃意欲 针尖大的窟窿 漏过陡大的风 这些老话 说的都是要守住小时小节 小时小节放松了 觉得收点礼 喝点酒吃点饭没啥问题 慢慢的 这纪律规矩也就抛在脑后了 小钱敢收 大钱也敢拿了 人情来往 称重到底多了 离出事也就不远了 这也就是为啥 这十多年 中央要一个一个节日 一个一个小东西的茶 从月饼到粽子 从白酒到礼品卡 高尔夫球卡 就是因为知道 这里头猫腻多 容易藏无拿够 这些年 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 在全国是以百万级 对干部来说 有这些案例教训在前 真应该好好想想 人家为啥 要真金白银的给你送你 请你吃饭 给你塞钱 还不是看上你手中那点权力 希望有来有回 以后走过后门 多被照顾吗 可问题是 要是都这么干 社会公平正义 何在 清爽的政商关系 又何在 严管才是厚矮 这时候抓得紧 是为了保护干部 以后不出问题 纪律规矩虽然紧一点 可只要遵守了 你就能踏踏实实 平平安安 问心无愧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这个理 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 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 拜拜